你是说大晟有心上人 不会吧 谁啊 最后还是敌不过一个情字啊 金刚不坏之身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别看他法力通天 只要一触动真情 金刚不坏之身 你就没了 七天大晟 瞬间变回一个普通的小猴头 你说这情字 可以让人向炉中赤火 摧毁一切 也可以让人卑微的像尘土一样 说到感情 这个千年老楚男 还是个孩子 真的没有想到 大晟对他师父的感情 这么深啊 什么师父 谁说师父了 是男女之情 男女之情 你是说大晟有心上人 不会吧 谁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我 难道是灵婆 会不会是珍珠啊 珍珠那么漂亮 好多人追的 珍珠已经是我的人了 不会有人敢追了 现在师父都没有了 看来还是带珍珠回高老庄 让先东方再澄清 过一个正常住的生活 万花国五十 万花国五十 azing 我愿意 是滴 跟我来混 investigators 好嘞 快点 快点 姑妹啊 喝酒了 好嘞 马上来 你 你 怎么了 是这儿 怎么回事 死了 大圣这样不会有事吧 现在陷入的是 失去师父的痛苦之中 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大圣 你还是出来吧 大圣 他是个驴脾气 你劝不了的 饿了自然会出来的 我们先睡觉吧 开火 散开炕 至年